陈大姐是东北人 今年50岁出头 在杭州开网约车 车子是去年8月向浙江车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租的 形式是我们报道过很多次的已租代购 每个月交39005 然后呢 我呢 首付呢 是一万块钱 但是他当时给我看的一枪车和我收到的那个签完合同那个车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当时我就咨询什么车衣网络公司啊 他们没有人告诉我 就是这个车是改装车 然后那个4S店也没说这个事情是改装车 改装了那个自动门 还有那个音响都是后安装的 陈大姐这辆一汽奔腾NAT属于MPV车型 租期三年 现在开了一年多 她说刚提车的时候都正常 后来车门就时不时出问题 到了今年1月份才确定原因 等我出现那个一个事故之后呢 我这些才知道 那他们才说这个门是后改装的 改装门它就不灵敏了 它就推拉特别费劲 然后也关不上 因为我是接乘客 然后那乘客说那你这门都关不上 那得了我下车了 我这边还得修门 本身我是营运车 那我就不能营运了 陈大姐说当时车子在临安撞到了隔离带 她先后去了当地一家小修理厂 一气奔腾杭州之腾4S店维修 车子被改装过 就是CS店技术人员告诉她的 陈大姐现场演示了一下 关右侧内扇自动推拉门的时候 她反复开关了好几次才关紧 我说那你这个车是改装门 你为什么不告知我一声呢 假如说你要当时你要告知 那我同意 那咱们就就就继续 要是不同意的话 你得给我换车呀 他说那这是4S店那个换的门 他又推到那个4S店身上 只要每个月他就收到月供 他其他别的他不管 那我现在我就想找车一公使 我现在把这车退掉了 我现在我赚不着钱呀 浙江车衣网络科技公司在拱束区石桥路上 公司法务胡总出面接待了陈大姐 改装过有没有怎么样 这个当时销售跟他怎么样交谈呢 因为这个说句难听点啊 一年多了 这个东西你说当时是怎么讲的 客户说他的道理 销售说他的道理 这个东西我没法去评判 但是我们的合同 包括手续啊 我们的交车车人单上 确认到车辆的车价号 包括发动机号 都已经确认了 那你当时给我开一样车的时候 是原装的高配的自动门 这个我不知道 他现在速冲是要退车 可以啊 咱们有合同啊 合同的违约责任里规定 如果违约了 就要支付租赁期间的租金总额的30%作为违约金 也就是4万多元 他觉得责任并不在自己 没理由交这笔违约金 陈大姐说 这辆车现在不止推拉门有问题 年初那几事故中 电池也被磕坏了 他出具的检测报告里写着 电池包下箱体及水冷板变形严重 建议更换电池包 保险公司把钱打到4S店 要求更换电池 然后现在4S店没给我换 它只是给我修的 然后到时候现在还是有问题 这个车充电的时候温度特别高 然后石油跳墙 但是在那修就花了4一天 我现在我每天我的平均是500多块钱 这11天的损失给我补回来 陈大姐觉得自己不是车辆的所有人 如果要跟保险公司和3S店沟通 还是需要车衣公司出面 她作为实际的车辆使用人出现 包括这个维修都是她对接的 她可以去对接 包括如果说她的合理诉求 对于公司也会配合她 这个都没有问题 胡总表示 陈大姐作为乘租人 车辆维修的事情自己处理就行了 陈大姐拨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 想证明一下 你们保险公司付给4S店的钱 到底是维修的钱 还是更换电池的钱 陈大姐有一张保险公司后台系统的照片 是由内栏写着 厂方指导价9万8千元 保险重开金额5万2千元 总电子包的一个价格是9万8 那我核算下来 你说这出路不是说1万2万的 所以5万2是换的钱还是修的钱 就修的 那为什么修电池修了11天 是吧 保险公司是价格之前的5万2都没确定的呀 他们要走很多流程的 不是说我们这边谈会的时间 你知道吗 还要沟通一些什么报价等等 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开始对手说了9万块 后来怎么又变5万2 还不下来啊 CS店的陈总表示 陈大姐的车还在保修期内 电池或者车门的问题 他们会尽量处理 关于5万2的保险金额 是换电池还是修 双方说法仍有出入 陈大姐想再问问 大地保险的吕总 对方没接电话 陈大姐打算再联系对方看看 至少争取一些务工费 1818黄金眼 记住报道